阿姨你放心 我手也好好的 包座给你了 不要漂亮了 好的 我相信你 带一下手掌 阿姨 哎 不会动啊 不会痛 不会动啊 那做好 那干好 阿姨 你咸肉怎么早就晒上去啦 是啊 早点腌下去 过几天 女儿回来过年了 就有得吃了 我家现在又准备要弄鲜肉 来 我肚子给你弄好了 我抓紧回家也弄一下 好了阿姨 过半个洗澡就好了 那好的 谢谢你 那你说要腌肉了 你回去腌肉吧 那等一下我自己洗就好了 好的 那等下你用这个水去 这个洗的 那个盐是不会掉了 好的 谢谢 好 多了 好 不要慌 那这里拿块鹿儿宝宝吃 那这块瘦一点的带去 不要不要 我自己 拿去烧 我自己刚好要回家 你这个留哪里给女儿吃 女儿吃呀 有了 不要不要 你留给他 哎呦我多了 头发不要忘记他去 哦 那再去 好的 去家长生来忘记 好 拜拜 老师你去干嘛了 怎么衣服还黑掉一块 哦 我帮阿姨扔头发不小心弄的 不睡这么病 找衣服 洗衣服 他身上不舒服 等下感冒了 把它放掉 哦 知道了 先倒点白酒 咽一下 哦 我ía 你都不去 我还会喝 哦 哇 你 对吧 哦 你吃什么快 你确定点 快点要碰 好 好 那我去吃一盐 歐 锅里倒一盐 香料倒下去 再翻炒一下 那个阿姨怎么会特来香气来的 搭拌你 还是当你儿固然的要跪了 她说我给她拦一下嘴巴 太白了 可能是阿姨感觉自己的嘴巴有点白了 怕女儿看见有点不好 那有什么不好 这是你妈妈 她女儿嫁上去都十多年了 再回来看见妈妈头发都白了 心里也有一点会懒受的 那我还真的没长到 应该是这个原因 怕女儿他感觉他会难过 所以他懒了这个嘴巴 可怜天下父母亲爱 为人父母 肯定都是为子女着想的 你说的对 得按照长大了我也不想到 妈妈不干我这样的病老了 这样的会懒受啊 这也是人都会自恋老了呗 等时候我帮你来吧 好了拿去腌几点 小姐姐 嗯 哇 终于删好了 今天该狗子丢出来了 拿一个回家长长 那我去给它生起来 放你上去 好的 咸肉去用水煮一下 去切一点大蒜苗 再切一点大蒜 再切一点生姜 现在咸肉也好了 拿咸肉切一下 去把肥肉放进去 煸一下 再把素肉放进去 再把大蒜生姜放进去 好 再放一点的干辣椒 再放一点青筋 再把大蒜苗放进去 吴家瑜 吃饭了 好了 浅香浅了 好热味 好下饭 这个很下饭 我把这么 这么甜香的 都停不下来了 这一片肉 都给我吃半碗饭了 我已经要多 都是一点两碗饭了 下饭你都是一点 反正还有什么 多放在那里呢 嗯